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linear transformation呢 什么叫linear transformation 假设我们有个transformation W你怎么写 写成为AZ加上B 除以CZ加上D 其中我们要求了A乘上D 减掉B乘上C呢 不等于0 OK 那除此之外呢 上面呢 的这个 ABCDR 可以是整数 可以是时数 可以是负数 不管它 通通都可以 OK 这个叫做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们叫transformation 你把它微分 因为微分不能让它等于0嘛 对不对 我们要把它等于0的点B开来 这一微分之后 你会发觉它可以写成 A D 减掉B C 除以CZ 加上D 平方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假设一个conformal mapping呢 这个mapping的函数本身的导数 不是导数 它的怎么样 微分呢 不能够等于0 所以呢 A D 减掉B C 分子的地方一定不能等于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写 它不能等于0 那假设有这样子的 这个就叫做fractional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OK 请大家把它的行为记起来 好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呢 有几个东西呢 比如说W等于Z加B Z加B你知道啊 Z本来只是空间上 Z plane上面空间上一个点 你在B平到一个地方呢 它把你Z空间上每一个点呢 都加一个B 那是不是把你位移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只是个很简单的translation而已 OK 第二个 你有可能呢 A再乘上Z 它只是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怎么样 都放大 但什么叫做放大呢 什么叫放大 OK 而且A啊 绝对只要等于1 OK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的意思 只是个rotation而已 OK 那么假设呢 你有一个叫做AZ加上B 你只是把它变成一个线性的 一条直线方程式来描述它 这个叫linear transformation 假设呢 你把它导数 这个叫inversion in the unit circle OK 这些有各式各样 因为它都吻合上面这个式子的各种状态而已 这个Z加B呢 是指代表 C跟D同样等于0 不是 C等于0 D等于1 对不对 A等于1 B就等于B 所以它都是这个变形下来而已 好 我们来看看 最后面那个W 等于Z分之1 它的transformation会是怎么样 这个非常像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 后面的这个部分 Z分之1的部分 我们现在单独把它调出来 我们来看看 OK 单独吧 因为Z分之1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这边 除了exponential之外 其他这些 除了Z平方之外 这个都是新型的 对不对 linear fractional transformation 好 那么它是怎么转换 OK 比如说我们用直角坐标系统 好 那么这个Z plan呢 上面我们要做几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地方呢 有个方块 我们怎么知道转换过去 方块的第一个点呢 是X等于2分之1 第二个点X等于1 Y呢 第一个点等于负的2分之1 跟负1 OK 我要的是把这个点转换过去 我们来看看 第一件事情 因为呢 Z等于X再加上IY 所以W呢 就等于Z分之1 就等于X 再加上IY分之1 你把它有理化之后呢 它会变成 X平方减到Y平方分之X 再加上I乘上 X平方减到Y平方分之Y 那么这整个东西呢 在我们这个新的函数下面 会等于U加上IV 所以呢我们马上就看得到 U啊 U呢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X除以X平方减Y平方 V呢 V呢会等于X平方减掉Y平方分之Y 对不对 这些都知道了 那我们来看看 For line 我们这一文line 比如第一条line X等于二分之一 这是不是Vertical line 对不对 X等于二分之一 那这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的平方 二分之一的平方 然后把Y啦 剩下的Y部分 把它消除之后呢 来弄成X U跟V 那你可以得到 U减E的平方 再加上V平方等于E 你可以简化出这个式子 这一看就是个圆啦 对不对 比如说第一个呢 是U等于E的地方 半径等于E的一个圆 所以呢 这是这一条 OK 这一条 X等于二分之一 从上到下 它会得到一个圆圈圈 对不对 以圆形点为E为圆形点 第二个呢 For line X等于E 那么你可以算得到什么 U减掉二分之一 的平方 再加上V平方 等于二分之一的平方 所以相当于呢 U是个圆 半径是二分之一 然后你圆形点E U是二分之一的地方 你就得到 这一个圆 对不对 那这两个要包围住的地方 OK 要包围住的地方 你要注意一下 它到底是 当然你这样画完之后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们还没有很清楚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只画一个 X等于E的这条线 你发觉画出里面的 这个圆圈圈 那到底X等于E的左边 在这个圈圈的里面 还是这个圈圈的外面 你要判断一下 像我们现在这样来看 左边这条是X等于二分之一 右边这条X等于E 那这个是X等于E的圆圈圈 这是X等于二分之一的圆圈圈 所以呢 相当于一件事情 X等于二分之一 是X等于E的这个直线的左边 所以X等于E的 左边的这条线 左边的这条线呢 是不是等于这个圆圈圈的外面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这整个的 OK 所以呢 你一旦知道这个了 就可以开始做Y等于 负二分之一 跟Y等于什么 分之一 你可以开始做这两条线 我建议大家做做看 然后告诉我一下 它的形状到底是怎么样 OK 这个我需要大家来做一做 那这样子呢 你就比较清楚 好 比如说好了 我们也把它算完好了 Fall line Y等于二分之一 Y等于二分之一 会变成什么 Y等于二分之一 跟大家讲 它会变成在下面的一个圆 以圆形点为 一为圆形的 OK 然后另外一个呢 圆在这边 所以这样起来呢 它真正交接的部分呢 就是又在这一段 比如说你把这个方形呢 转换到这边 变成这么奇怪的一个形状 OK 可以让大家看得到 OK 到这边之后呢 请大家呢 请大家呢 可能要注意几个东西 假设我一个W 等于Z分之一 那我会怎么样 我从Z plan 转换到W plan的时候呢 会有几个现象 第一个 直线 写中文好了 中文只有两个字而已 比较简单 直线呢 会变成一个圆 对不对 直线会变成圆 很好玩的是 它的圆呢 会变成一条直线 OK 它就有这个特色 所以这些呢 都需要大家 自己亲自上去操作操作 玩一玩看看 好 还有几个东西啊 我们不会做的 比如说呢 W等于Z的 Complex Conjugate 那么它会等于怎么样 这个还没做吧 对不对 你们要不要自己试试看 好不好 我们把这个 加到Homework里面去 写这个时候 请你先不要到 课本上面 上面去看 你们自己做做看 自己做做看 它只是正负号 对对对 上下颠倒而已嘛 对不对 很快 所以这个呢 你们自己做做看 先不要去看答案哦 看完答案就没意思的嘛 对不对 玩一玩 你很快就会玩出来 所以这个是个比较好玩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 我们先看一个点 刚刚有 这边有 Z分之一的 这个transform X等于1 你看这个点 它转换过去之后 在哪个地方 X等于1 是不是等于X等于1的这条圆圈圈 X等于1的这条圆圈圈 是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我把这个呢 画成蓝色的好了 是不是这个 对不对 当X等于1的时候 X等于1 是这样 而且Y我们让它等于0 X要是等于1 Y等于0 X等于1 Y等于0 这边是不是1分之1 U等于1 我们看看 Z plane上面 我们让X等于1 EY等于0 那在W plane上面的U呢 1 减0还是1 1分之1 1 这个地方呢 Y是0 那还是0 你有没有发觉 它是自己的点 Mapping到这边 在坐标上面的表示 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点 Mapping到这边 是这个点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 这一点怎么样 这样是X等于2分之1呢 Y等于0 X等于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的平方 所以消掉一个 变成2分之1的导数 变成2 它这一点 变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真正坐标两边 会完全一样的 这个Mapping 并不是所有的点 都是这个样子 只有某些特殊的点 会维持同样的坐标 那么这种点 特殊的点 我们就叫做Fix Point OK Fix Point 所以我们Z Complex Conjugate 我们刚刚说 我们只是把它 点倒一下而已 所以X轴上 全部都是Fix Point 一对一对一 OK 那你们呢 希望大家去找找看 哪一个点 是Fix Point OK